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不要珍惜 也许是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1995年5月8号 泰国清迈的一家高级酒店中 服务生突然听到楼上 有人在敲打窗户后 立刻刚往楼上 却发现一个女人 在走廊上昏迷不醒 服务生立刻不打了电话 医院立刻派出了救护生 当时是交通高峰 救护车行事非常缓慢 等把这个女人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生命提侦 这个女人去世之后 震惊了整个亚洲 甚至是整个世界 那一天 所有的报纸的头条新闻里 都是一代天后 邓丽君中国歌坛上的 里程般式的人物 请问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我死死死轻易 邓丽君中国台湾女歌手 在日本的二十世纪 起始至八十年代时 具有代表性的 日本女歌手之一 1967年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从而开始起歌唱生涯 1969年 因演唱台湾首部连续剧 《晶晶》的同名主题曲 而在台湾成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以千言万语 海韵等作品 打开香港 以及东南亚唱片市场 1974年 凭借日文歌曲《红港》 获得日本唱片大赏 新人赏 并由此奠定 在日本的演艺事业的基础 1976年 与香港立舞台 举行首次个人演唱会 1980年 当选台湾金钟奖 首位最佳女歌星 八十年代初 达斯维加斯 凯撒皇宫等地 举行演唱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借一心繁复 她在水的中央 邓举君和林振发 在吉隆坡认识 林振发是邓丽君的粉丝 每次演唱会 他都会到现场去看 慢慢地两人就开始熟悉 在没事的时候 林振发会带邓丽君 去很多地方旅游 还会叫他运动 在接触中 两个人的感情升温了 但是命运却给这两个人 开了一个玩笑 在日本演出的时候 林振发因为重病住院 当邓丽君 接到这个消息赶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两人再也不能见面 林振发的去世 对于邓丽君来说 打击是非常大的 他曾一度情绪崩溃 在无数的夜晚哭泣 但是再多的伤心 也换不回林振发 后来他来到美国 在美国他认识了成龙 当时成龙在电影领域 已经有了一些名气 叫的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伤心 我一时想不清 啊 在梦里 开始的时候 也和邓丽君 关系非常的好 感情也非常稳定 但是后来 因为两人的教育程度 和个人习惯 实在是大不相同 所以分手了 原因是成龙那个时候 刚刚有钱 以前因为穷怕了 所以就导致了 有钱以后 他恨不得每天弄个 二斤粗的金链子挂着 然后身边上围着一帮小弟 伺候着 非常的高调 但是邓丽君和他完全是两个性格 邓丽君说话是轻声细语 生活中也是一位 知性优雅的女性 并且他很不喜欢被很多人围着那种 高调的场合 所以最后两人就分开了 其实邓丽君说过 他会为了成龙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但是成龙那时候玩疯了 他认为下一个更好 所以用冷暴力的方式 逼着邓丽君自己离开的 1980年的时候 邓丽君邀请成龙来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成龙不肯来 就打发自己的经纪人去 当经纪人和成龙说 邓小姐其实很想见你 你知道他和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恨死你了 成龙这才明白自己有多混蛋 伤害了邓丽君 整整再次见面的时候 是1981年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上 邓丽君不知道颁奖嘉宾是成龙 当邓丽君看到成龙拿着奖杯 向自己走来的时候 惊慌失措地不停回退 脸上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 伤心的样子着实让人心疼 大概这就是曾经的真爱吧 1995年 邓丽君去世 葬礼那天 成龙却没能到场 可能真的是没有缘分吧 就在邓丽君去世的几天前 也给成龙打过电话 可成龙偏偏偏没有接到电话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珍惜 我一时想不清 啊 在梦里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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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